第五届阿里巴巴全球诸神之战创客大赛 从今天起正式开放给大众报名参加 这场被誉为创投领域的奥运会 今年第一次在大马举办 除了鼓励我国的创业者之外 也连接中国和大马的资源市场 有兴趣者可要留意以下的报道 第五届阿里巴巴全球诸神大战创客大赛 由国际华裔智库主办 以及中国杭州益创投资库 华总多媒体资讯委员会 和马来西亚华人行业总会共同承办 国际华裔智库主席张国安指出 诸神大战是由阿里巴巴旗下公司 阿里云所发起的全球科技大赛 目的在于挖掘全球最具创新力 以及发展潜力的优秀创业团队和科创项目 培育良好的产业生态 总结来说我们希望本次的诸神之战 作为支点 一方面鼓励支持年轻的创业者 积极地进取 勇于创新 一方面连接马中双方的自研市场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 马来西亚的企业可以从此 以此为纽带 积极地开作中国市场 据了解 诸神大战也是全球最大规模的 创业比赛之一 覆盖全球十多个国家 将近一百个城市 他也呼吁我国的企业家 赞助这一个赛事 加入他们的行列 把比赛规模做大 以帮助更多的年轻创业者 阿里云马来西亚总经理陈廷健 则感谢华总愿意成为 这一届赛事的合作伙伴 为马来西亚创新科技创业公司 提供学习的机会 他相信 这一次的合作能够帮助 马来西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目标 国际华一智库国际秘书长 李奥彤指出 比赛一共设有 吉隆坡和新山两个赛区 每个赛区胜出的前两位参赛者 将会代表大马前往中国 参加11月的总决赛 7月1号起接受网络报名 8月13号报名接至 想要知道更多的详情 可以浏览官方报名通道 在线上填写报名表格 我看了 我看了 感谢观看